4月30日上午 美国江西联合总会在柔斯密举行新闻发布会 宣告正式成立 来自美华联和兄弟侨团的代表参加了发布会 美国江西联合总会于2015年8月底 在美国洛杉矶由旅美干级同乡 熊亚伟 樊佳钦 杨宣志 独小等人发起创令 前身为美国江西同乡民议会 后更名为美国江西联合总会 计划于今年5月中下旬召开成立大会 及全体理事就职典礼 目前 全美有会员400多人 全部由来自全美各地的江西籍同胞构成 涵盖美国多个大中城市 会员中 部罚大学教授 知名学者 政府雇员 金融投资人 运动队教练 歌手 演员 著名企业家 以及法律 IT 地产 留学传媒 金融 经营方面的各类人士 美国江西联合总会是一个覆盖全美的 松散型同乡组织平台 主要由专职理事和联合理事组成 专职理事主要来自加州 联合理事来自全美各地 主要由各地同销会会长 副会长 理事等热心人士组成 从而在全美搭起了一个庞大的 充满爱心和活力的服务团队 大家有这样的一个联盟的组织来去联络 在全美各地的江西老乡 包括加拿大和墨西哥 等于是整个北美地区的 我们要把它联起来 跟全体的理事啊 我们一起努力 把这个会啊 做成一个有影响力的会 一个我们江西省的一个标杆性的会 这是本台记者报道的